Rone reco 各位早上 歡迎收看資富通的環球迫擊 今天繼續請你 有股會專家 跟我們看看環球的經濟情況 Aaron 早上 早安ığımız Apple 我剛才想看 sakantum的鑽 那我俯瞧了 就是未來會不會突然之間 有些避險需求有機會扯高的金價 雖然上個星期完全看不到這個情況 甚至看到也跌得幾乎 但是現在市場也重新關注疫情的發展 因為看到受控情況 沒有預期當中那麼理想 亦有些專家已經作出了警告 說未來因為隨著天氣的一些轉變 要防範就是新一波的疫情出現 其實看到確診人數或死亡人數 在美國甚至在印度那邊 似乎都仍然不太樂觀 我想美國比7月8月份稍為穩定下來 即是回到大家所謂的常態 大概每天兩三萬宗 已經是一個習慣了的數字 但是你說它有沒有明顯改善 其實是肯定沒有的 甚至你見歐洲地區 其實是有再反覆 甚至是例如英國為例 有機會要重新去封關 所以大家這樣的擔心 的而且確是有道理 你說這個因素 會不會再成為推高金價 剛才你說大家市場 是重新關注疫情 其實亦都重新關注 會不會有機會在金價上 重新去吸納的機會 因為由8月初開始 其實當時金價 剛剛創了一個歷史高位 大概是2,070元 其實8月初曾經有一刻 就是當環球股市急跌的時候 其實備檢情緒是充斥著的 但是同一時間 金價都是一天之內 是跌了接近200元金 170元金左右 跌回去1,860元 就是大概現在這些水平附近 其實我想這個急跌 是令到市場是有點警告的 最主要就是 今年其實它的升幅是比較誇張一些 如果由今年低位說的3月份 即是半年之前 其實當時是曾經跌過去 1,450元 如果你要回歷史高位 即是說今年其實已經 暫時來說的波幅 已經是走了600元金 其實比起過去一段 即是過去10年 其實平均的波幅 都遠遠是超過這個數字 大概 每一年大概的平均波幅 可能是200元 可能是300元左右 但是你說一年行600元 其實的確是比較少見 所以一路大家在過去9月份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很夠膽 去重新吸納黃金 雖然大家都說 很多不明朗因素 或者是低息環境持續 美金的弱勢 其實方向上 大家都覺得 黃金應該繼續慢慢向上 但問題就是 有沒有這樣的膽識 究竟在什麼價位上 重新吸納 我想1900元當時 就不是太吸引 直播率不是太高 最主要是因為 始終急跌完之後 大家都覺得沒什麼信心 以及在中間位很尷尬 但是你看到上個星期 剛才你也有提到 雖然環球股市 其實曾經也是比較反覆 跌下來 因為當時有些人 是有避險的意識 但這隻金價反而 又沒有什麼受惠 所以我想 他告訴大家 大家在這些價位 仍然不覺得很吸引去吸納 例如說我想要下去 1820元 1860元 就是剛剛八月份的低位 在這個區間上面 看看投資者 會不會有興趣 逐步的吸納 因為我自己覺得1820元 其實都有吸引力 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試一試 在這個支持區 慢慢去重新吸納 當然 在總統大選之前 其實你看到環球的氣氛 其實都會比較反覆 最主要大家都不知道 特朗普會說什麼言論 會出什麼招數 在選情最緊張的時間 怎樣去扭進錄任 當然這個星期就有迎來一次 叫做美國第一場 總統辯論的大選 大家其實有點憧憬 因為一路 特朗普的民望 都是比較落後 但是大家就很期待 在這場 兩個總統候選人 面對面去辯論的時候 會不會給到一個機會 特朗普反敗為勝 或者是由落後變回領先 因為大家的傳統認知 或者印象上面 拜登是比較年老一些 反應比較慢一些 甚至可能辯論上 會比較輸蝕一些 如果你說特朗普 可以發揮牙尖最利的角色 或者可以完全在氣場上面 或者在辯論上 壓倒拜登的話 的確是一個機會 看看特朗普怎樣把握這個機會 會不會從後趕上 這個我想對股市氣氛來說 其實大家有不同的認知 因為拜登即民主黨那邊 無論是政府的總統候選人 其實他們都是支持加稅 將企業稅加上去 當然只不過是之前減了下來 現在可能叫做回復正常 但是對股市來說 那些企業都不太喜歡 尤其在疫情之下 相反 特朗普大家給人感覺就是 很支持股市創新高 例如說減稅 或者要聯儲局去用 弱美元去減息等等 其實這些我想大家 即時有個初步的判斷 就說他應該是理好股市的 那當然很坦白說 股市去到這麼高位 最終其實都是看回經濟數字 但是有個初步的印象 如果你說當特朗普 可能是可以收窄分期 甚至是民調領先的話 可能在這個星期 就會稍微理好一點股市 做一些技術反彈 但是你看到科技股 其實在9月份開始的調整 很多時候都已經是調整得比較深一些 即是走勢上面很明顯是轉弱了 所以你又不要預期 今次的技術反彈 可以這麼快 就是令到大家全面去 回到一個risk on 的狀態 因為我想在大選之前 即是說11月3日之前 其實都會是比較反覆一些 你可以預期有一個反彈 但是去到一些上面的鞋貨區 因為上次跌下來都比較急 比較多一些叫做鞋貨區 可能大家又會減遲一點 所以你最好就在 可能在一些中位上面 畫個區間 走一走短線就算了 不過說到就是股市反彈之餘 美匯都會彈 彈到它就是之前你在節目 都跟我們提過的 94的這個目標水平 很多人都問 有沒有說這真的叫做轉勢 還是其實都仍然是你的論調 可能是反彈完之後 其實長期來說都偏弱 我仍然覺得 始終是一個弱勢的反彈 即你說會不會再有少少水位上 例如去到95甚至去到96的水平 都有機會 但是始終這個美金的弱勢 結構性問題 即包括可能雙赤字的問題 現在其實仍然困擾著市場 因為看著它的資產負債表膨脹 看著它的財政赤字 是不停增加 甚至就是大家期待著一個 新一輪的刺激經濟方案 那個方案雖然未落實 但是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銀馬應該都不會小 所以對政府的負擔是越來越大 這個擔心首先抹不去的話 其實加上一個零息的環境 我想對美金中線仍然是比較弱 不過這一刻市場的的確是 最招掌在一些外幣的負面因素上 所以你說會不會美匯指數 有少少空間但也有機會 看看就是今次 今個禮拜的重頭戲 美國總統大選的首場辯論之後 股會市場的最新走勢會是怎樣 下次再跟大家聊